藏羚羊其实很变态 普通人去到海拔4000米的地方都不敢大声说话 他们不仅能撒体狂奔还特别能生 生存能力在高原是最强的那一波 但这样的藏羚羊却在上世纪飞速减少 最危险的时候仅剩不到7万只 他们到底遇上了多大的灾弹呢 这里是万物灵 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最开始的时候 高原精灵可不是藏羚羊的私有称谓 奈何相比藏羚驴野猫牛 藏羚羊的行动方式有一种不顾他人死活的灵活 长着一双灵动的眼睛很符合精灵的概念 他们的体型也十分秀真 平均身高只有80厘米左右 体重超过70斤就已经算是大块头 就这小家伙的体格 在高原上那是谁都可以欺负的食物链底层 所以没什么战斗力还很好吃的物种 不得不进化出了最佳宝兵手段 打不过还不能跑吗 藏羚羊的奔跑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一众高原哺乳动物中傲视群雄 毕竟他们的生活环境太过逆天 细胞的氧气大大限制了野外掠食者的能力 话说回来 难道羚羊又不受氧气制约的吗 这种生物还真就这么神奇 它们的鼻腔里有两个小囊 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空气在鼻腔中的溢出 肺部也与平原生物简然不同 氧气地用率几乎在有限的条件下被提升到极致 再加上它们大而向下长的鼻孔 在急速奔跑时冷风不会从鼻孔直接灌入 快速奔跑的不适感被大大减弱 而且藏羚羊族群的生活模式特别有意思 它们是群居动物 但是却奉行雌雄分离的原则 和某些鱼类差不多 雌性个体度过交配期后 将进行群体迁移 在专门的产载地诞下幼载 等到幼载长大一点之后 再带娃回到大部队 从而壮大自己的族群 它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折腾 说到底还是因为没什么天敌 自然条件下只有狼群能让它们吃别 并且藏羚羊的消化系统相当强大 天天啃草根也不会消化不良 那么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 藏羚羊的野外种群 差点就彻底灭绝了呢 上世纪末700元就能买到一张藏羚羊皮 你会买吗 如果说带到国外就能卖出几万美元 你会怎么选择 在这样的高价诱惑下 藏羚羊成了怀避其罪的无辜受害者 下场还很惨 在高原地区生存的动物 都有一身厚实保暖的皮毛 当藏羚羊的皮毛流进欧洲市场后 就受到了上层阶级的一致欢迎 那些富人们甚至创造出了 一种极其奢侈的编织方式 那便是用藏羚羊的底绒制造成衣 在羊绒圈有一个说法 羊毛指径越细 织物质感就越好 藏羚羊底绒的细度 大概在10到12微米 比山羊绒还有细4微米左右 这样纤细的绒毛 几乎不可能实现活体修剪 所以捕猎者 干脆选择剥掉它们的整张皮 羊羊脚有一定要用和收藏价值 羊羊骨价值差一点 但也能赚点钱 都可以转手再卖出去 至于羊羊肉 没什么人吃就随手扔在路边 交给秃鹫与狼群啃食 不论藏羊跑得再快 生得再多也赢不了子弹 在偷猎者的灭绝式猎杀下 藏羊羊野生种群数量 断牙式下降 官方数据显示 1994年全球查获的藏羚绒 重量足足有800公斤 而每只藏羚羊的产容量 大概只有100到200克 再加上藏羚羊基本只生活在 我国境内青藏高原地区 所以上世纪国内的偷猎活动 有多么猖獗可见一斑 当地牧民对藏羚羊减少的体会 最为直观 但是在利益诱惑下 他们仍旧会将藏羚羊种群的消息 卖给偷猎者 不过总会有一群头脑清醒的人 而杰僧所难达杰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 藏羚羊保护组织的发起者 没有设备支持 他们便从家里凑衬衬手的工具 没有经济支持 他们饿了就啃两口血冲击 索南达杰认为 如果不能让偷猎者看到他们的坚决 这群人的无耻行径就不会改变 他曾说过 只有人类的鲜血才是最佳催化剂 不管是震慑偷猎者 还是引起社会重视都有奇效 作为这个团体的领导人 他愿意冲在最前线 这也直接导致 这些保护人员作风 比偷猎者还要彪悍 彻底将生死置之度外 而索南达杰的生命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1994年 他在一次搏斗中 被偷猎者的子弹射中心脏 长眠在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之上 90年代 藏羚羊不足7万只 现在恢复到30多万只 还有继续保护的必要吗 1995年 科克西里国家集自然保护区成立 我国在高原地区的第一个自然保护站 就叫做索南达杰站 2000年 我国出台了相关法律 禁止私财惊慌 高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 藏羚羊们的栖息地终于重归安宁 接下来 我国还按照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 划分了保护区 有专人监控保护区内野生动物们的生活情况 从根本上遏制了偷猎行为的发生 在一重又一重的保护措施之下 藏羚羊的野外种群数量恢复得极快 2020年 中科院观测后惊喜地发现 西藏无糖自然保护区内 藏羚羊的种群规模已突破20万 这也意味着我国藏羚羊野外种群 很可能已经突破了30万大关 2016年的时候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藏羚羊 从病危物种调整为了近危物种 最近几年 病危等级再次下调 变成了异危物种 有些网友就说了 藏羚羊已经有这么多了 还有必要一直对它进行保护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刨去对单一种群的重点保护 保护藏羚羊 其实也在保护着整片草原的生态 作为食草动物 藏羚羊是生态系统中 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可以通过近食对植物群落进行干预 也可以为草原掠视者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 并且藏羚羊在可可西里等地区 也是生态指标物种 一旦它们的种群规模发生大幅度波动 就说明该保护区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 科学家和工作人员 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查证 藏羚羊还是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 它们的名气是最大的 只要社会愿意关注并保护它们 就代表这里的其他动物也能受到保护 最重要的是 虽然现在数量已超过30万只 但其实在20世纪初期 几乎没有人类打扰的时候 青藏高原的藏羚羊足有百万只 它们想要彻底脱离灭绝的危险 还有很远的距离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不灵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 请不吝点赞评论加关注